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微薄望远镜相较于它的前身哈勃望远镜 重量更为轻巧 只有6.2吨 大约为哈勃望远镜的一半 它的主镜由18块六边形的小镜面拼接而成的 主反射镜油皮制成 口径达到6.5米 镜面展开后面积达到28平方米左右 为哈勃太空望远镜的5倍以上 当然 镜面越大收集的光线就越多 灵敏度也就更大 它能穿透宇宙尘埃和模糊气体 看到遥远宇宙太空中更多微弱的红外光线 微薄望远镜的主要观测波段为红外光 因此它更容易侦测到太阳系外行星的大气组成 以及一些较暗较冷的行星 更重要的是 微薄望远镜携带了各种冷却设备 以及五层薄如锡箔纸 大如一座网球场的遮阳膜 用来屏蔽会对红外线造成干扰的光源 让微薄望远镜可以保持在接近绝对低温的环境中运作 最近 微薄望远镜已经抵达距离地球 约150万公里的第二拉格朗日点 如此 望远镜可以和地球在环绕太阳的时候 总处于同一边的相对位置 减少频繁的位置修正与燃料消耗 并且能与地球保持顺畅联系 当然 作为高科技的一个太空望远镜 微薄望远镜所隐藏的黑科技 当然不止这些 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谈的话题是 微薄望远镜可以看到外星文明 或是解开宇宙起源的奥秘吗 首先 我们先简单科普一下 在这里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宇宙大爆炸理论和哈勃所发现的星系红移现象 在1929年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宇宙是横稳状态的 然而 哈勃的重大发现改变了这一切 1924年 哈勃通过造幅变星测出了 一度被认为是银河系星云的距离 结果发现 那些星云应该不可能会在银河系的范围之内 哈勃意识到 它们其实是银河系外的星系 它们就像银河系那样 有大量的恒星组成 此后不久 在研究星系光谱时 哈勃注意到 宇宙中大部分星系的光谱 都出现了红移的现象 根据都普勒效应我们知道 当声音远离观测者时 声音频率会下降 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光源 当光源远离观测者时 其频率会降低 波长会拉长 光谱就会表现出红移的现象 因此 光谱出现红移的星系 表明它们正在远离银河系 不仅如此 距离银河系越远的星系 其光谱的红移值越大 这意味着它们的远离的速度更快 星系的距离和远离速度 呈现出现性关系 这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 然而我们也知道 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引力 会让星系彼此互相靠近 而不是互相远离 所以银河外星系 大都在远离的事实表明 宇宙空间结构 是呈现一个膨胀的状态 而既然现在的宇宙在膨胀 这也就意味着 曾经的宇宙是更小更密的状态 如果追溯到时间开端 宇宙中的所有东西 就连空间本身 都会集中在一个 无穷小的基点之中 于是 哈勃定律就成了 宇宙大爆炸理论的 第一个强有力证据 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 从138亿年前 大爆炸后开始的第一道光线 传到地球的时间 最多不会超过宇宙的年龄 再加上宇宙膨胀的因素 宇宙的可观测半径 约为465亿光年 可观测直径930亿光年 而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事件 也就是说 无论再好的望远镜 人们最多可以看到 465亿光年的星空 另外 越远的星系越年轻 当然 通过微薄望远镜 还可以观测 深空星系和近空星系的区别 最乐观的期待是 微薄望远镜将能探测到 135亿年前 宇宙最早形成时 第一批星系发出的光亮 以及观察目前正在形成 恒星和行星系统的尘埃云内部 如此 将能大大提高人类 对大爆炸后 宇宙形成最早星系的了解与认知 也就是掌握宇宙 从起点到现在时间 和空间内的所有一切 因为相对于大爆炸理论 有一批科学家仍然认为 宇宙是横稳不变的 而他们认为 宇宙不存在世界问题 而微薄望远镜的出现 将有机会彻底终结 横温宇宙和膨胀宇宙的争议 从天文学家的角度来看 地球不过就是一块 一万多公里大的石头 我们人类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 但是直到现在 人类在宇宙中 涉足最远的地方 就是月球 月球距离地球 就只有一光秒的距离 而人类在一千亿光年的 巨大宇宙中 迄今才刚刚走过了 一秒钟的距离 不过微薄望远镜的出现 或许能让人类再向前跨出一步 如果微薄望远镜 可以掌握到 一百三十五亿多年前 宇宙早期诞生的 第一批星系光线时 那将有助于人类 进一步了解 宇宙星系演化的历史 至于微薄望远镜 是否会探测到宇宙中的高级生命 目前 对于一些会遮挡母恒星的行星 微薄望远镜 可以捕获母恒星 被行星大气折射后的星光 天文学家们 可以依据这一信息分析 行星中的大气成分 如此用以判定 该行星 是否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在浩瀚的宇宙中 几银河系中 大概就至少有一千亿个恒星 而保守估计 银河系中 大概也会有一亿个行星 有生命存在的可能 如果假设在这一亿个星球中 仅有0.1%个行星中 存在着高级生命 那么几银河系中 就应该有上万个 外星人的星球存在 如果这些智慧 外星生命 也如同我们一样 向外探寻生命 说不定哪天 我们也可以接收到 来自外星生命 发出的讯息 那么当我们抬头看星星 仰望夜空时 或许我们就能感受 生命的奇妙 知道我们不再是宇宙中 一个微不足道 独自存在的小生命了 不过在这里 Jason个人认为 哈勃定律只能解释 我们人类目前 所认知的宇宙 是在膨胀的 而根据推论 是从138亿年前开始 但因为人类历史相对于此 人类存在的时间 几乎等于零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 宇宙是膨胀的 不代表几万年 或是几亿年以前 也是膨胀的 是否宇宙 曾经也有过收缩状态 就好像心脏跳动 收缩那样规律一样 或是说 有什么其他可能的情况 比如说 像钟摆一样 来回摆荡 只是摆荡一次 要经历数万年 或是宇宙 也像我们的原子结构一样 有一个中心点 而所有的星系 都绕着宇宙中心远离 与旋转 只是转一圈 可能数千万年 而这些 我们也都无从所知 毕竟 把人类的历史 放到宇宙的时间长河中 是极为不足道的 我们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仍然非常有限 人类目前最远的探测足迹 也只在太阳系内 我们对宇宙所有的认知 也都是透过 对天体的观测而来 我们在上一期 视频中有提到 四维空间 如果真的有 四维空间的话 那么宇宙的大小 在四维空间下 会是怎样一个状态呢 或许 宇宙事实上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只因为我们人类的 观测技术太落后 就像被关在一个巨大室内 森林游乐园里的 一只鸟来说 它怎么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动物园 还是在真正的森林里呢 会不会人类 只是被伟大的造物者 或是四维空间里的 生物所圈养在地球 观赏的宠物呢 这些就不得而知了 就好像电影 《楚门的世界》里的剧情一样 楚门开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但却对外面的世界 一无所知 又好比养在鱼缸里的一个蚂蚁窝 里面住着上百只的蚂蚁 在里面自由觅食 繁衍 工作 生活 它们又怎么会知道 自己被我们关在鱼缸里呢 而我们人类 也无法知道这些蚂蚁群 哪天又生了一堆小宝宝 还是死了几只蚂蚁 总之 宇宙之大 无其不有 韦伯望远镜 虽然帮人类 向太空中迈出了一大步 然而这一步 或许只能代表着 人类对宇宙无知 与对追求真相的渴望 但我想在未来 历史终将证明 或许这一切 也只是一个梦想的开端 与一个人类无法理解的玩笑而已 就像几百年前的人们 向往着飞翔在天空的鸟 发明了飞机 可是对几百年前的人们来说 像鸟一样 翱翔在天际 那简直是吃人说梦而已 又有谁会相信呢 人类或许会改变历史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 人类始终是渺小与微不足道的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一点一滴的 一步一脚印 透过先人的努力 前扑后继 勇敢无惧地 揭开历史的真相 探寻未知 或许有一天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这一切 都是那么简单 只要我们掌握了原理 所以在真理未明之前 一切看似谜团 但真理揭晓之后 就会发现 原来一切都是必然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先到此告一段落 在下一期的视频 我们会来聊聊 原宇宙 敬请期待 另外 也欢迎大家留言 告诉我们 您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都会考虑 制作相关的节目 最后也请喜爱 我们频道的朋友们 给予鼓励 点赞与分享 谢谢您 再会